美國福克斯新聞近日以長篇報導揭示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行徑 近年 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這一暴行 帶您了解 我就是法輪功學員 現在我還在寵寵 你就是我的丈夫嗎? 是的 我就是第一次活摘 今年7月 法輪功學員張玉華與17國宗教迫害倖存者一起進入白宮 把活摘器官的消息帶給了川普總統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 2006年有兩名證人曝光後 逐漸有受害案例浮出水面 例如 北京法輪功學員韓俊清 2004年在被中共關押期間離奇死亡 十三年來 人權組織和專家學者歷經獨立調查 相關證據已被國際社會廣泛接納 有七名權威律師和專家學者組成的英國獨立人民法庭經過多次調查取證 今年6月裁定 中共強摘器官犯下了反人類罪 目前 西班牙 以色列 台灣等國家地區 以立法禁止或限制公民到境外器官移植旅遊 法國 德國等多國議員 也提議本國修改法律跟進 在外國和修改法律的機器上 是為每個患者的必須 一個証明證 在某個患者上 某個患者上 某個患者上 所有証明證的資証 都不準備進行証明證 在某個患者上 某個患者上 某個患者上 是一件事 必須強調查 必須強調查 這是一件事 無法接受 無法接受 歐美 澳亞 多國政要與學者 也聚焦中共的暴行 呼籲國際社會共同應對 我們也必須強調查中國 讓他們解釋 他們能不能成為全國的民族 如果他們正在侵犯罪犯罪 或甚至不斷陷入聯合法律 這件事不斷